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动全球交通可持续发展 促进全球互联互通 对保障全球物流供应链稳定畅通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 是支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 中方愿同各国一道 充分利用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平台 促进全球交通合作 为推进全球发展倡议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8月31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中共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加强合作共识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最大限度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最大限度把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 共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座谈会上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形成过程 他希望党外人士畅所欲言 开诚布公 发表真知灼见 对中国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先后发言 他们认为 中共二十大报告稿 站在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的制高点 科学谋划未来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正方针 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 是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表示 报告起草工作是中共二十大筹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起草出顺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适应党和国家工作新形式新任务的大会报告 听取党外人士对二十大报告的意见建议 既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内容 也是党外人士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建言宪策的有效方式 习近平强调 今年上半年以来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考察调研 形成了一批高质量调研成果 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大家在发言中进一步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中国中央将认真研究和吸纳 习近平指出 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新时代十年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是中共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 也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 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习近平希望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增强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围绕中共二十大绘制的红尾蓝图 确立的奋斗目标和做出的战略部署 形成新往一处想 近往一处始的生动局面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底线思维 发扬斗争精神 发挥各自在协调社会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深化政治交接 突出政治性 传承性 针对性 时效性 传承与党同心 爱国为民 精诚合作 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 凤侯卫视综合报道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 党的十九大以来大事记即将刊发出版 新华社报道 党的十九大以来大事记 通过一件件大事 一个个史实 一组组数据 详细记载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推进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 外交国防 治党治国治军的伟大实践 和提出的原创性治国理政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全面展现了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推进的一系列变革性实践 实现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集中反映了党领导人民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光辉历程 勇敢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进行的伟大斗争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美好世界 做出的最新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负责人表示 大事迹是党史和文献工作者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献上的一份厚礼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 有利于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可以帮助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进一步学懂弄通 坐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信心 勇气和力量 第二 有利于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大事迹有助于广大党员 干部 群众 进一步认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在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第三 有利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历史借鉴 大事迹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总结新经验 开辟新思路 为科学分析形式和任务 有利用对风险和挑战 提供历史借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 也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在13号接受我们的专访时 他就指出 欧资企业高度的关注这次的会议 尤其是在有关中国的防疫政策和经济发展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在北京接受了本台专访 他说欧资企业高度关注这次会议 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和经济发展 尽管疫情防控给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伍德克说他仍然看好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 目前欧盟企业也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 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 欧盟对中国的投资同比增长了15% 不过伍德克也提到 这些投资主要来自欧盟前十大在华企业 其他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动向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So what do European companies care about the most at the moment? Predic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something where we can see that something is done on COVID where is the vaccination where is the strong booster shot drive that we would like to see all of us are still positive about China in the sense that nobody's leaving China and we still have top 10 huge companies coming in primarily in car industry chemicals and in engineering but overall of course sentiment is so bad that actually FDI went down So the Big Ten make the numbers but the rest basically puts it on autopilot and that's the worry for China moves to other countries 今年9月中国欧盟商会曾发布 欧盟企业在华建一书 认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但也表示欧洲企业仍看好中国市场 报告兵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上千条建议 凤凰卫视 李小文后有韵 北京报道 好 下节回来还要带您关注到的是 俄外交部指责西方试图在联大制造分裂 并且延长俄乌冲突 中国9月CPI按年涨92.8% 也创下29个月新高 欢迎回来 欧派客家上周决定削减石油产量目标 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沙特外交部就发表声明 拒绝接受美方不及于事实的指责 并且指出减产决定符合消费者和生产商的利益 又透露美国将会要求将减产这一决定推迟一个月 白宫就否认这一要求是和中期选举有关 目前国际油价在周五的亚洲交易时段 已经走出了窄幅震荡的行情 但是在市场担心环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 伦敦布兰特汽油本周已经累跌大约3%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3号在一份官方声明中 为欧派客家上周的减产决定进行辩护 指出减产协议并非在地缘政治冲突中选边站队 诸如出于政治动机 反对美国等说法 都是无稽之谈 沙特完全不接受这些没有事实依据的言论 会议结果纯粹出于经济考量 考虑到维持石油市场的供需平衡 旨在抑制不符合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的市场波动 声明称 欧佩克家集团按照国际组织历来遵循的独立性准则 做出减产决定 沙特外交部还特别提及了与美国的磋商过程 声明称 沙特通过与美国政府的持续磋商 向对方明确表示 所有经济分析都表明 如果根据美方建议将欧佩克家的减产决定推迟一个月 将产生负面的经济后果 美联社解读 拜登政府向沙特方面提出推迟减产原油一个月的要求 目的是降低11月美国会中期选举前 油价飙升的风险 以便有利于民主党选情 白光方面已否认美国政府的这一要求关联中期选举 华尔街日报披露 拜登7月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沙特时 沙特方面原本打算提议主要产油国日均增产50万桶 作为对美侵善信号 但与拜登政府存在举语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坚持将增产量降至10万桶 这一小幅增产计划实施没多久 欧佩克家产油国9月又决定将月度产量日均下调10万桶 强盗于重回拜登访沙前水平 引发白宫不满 美国从欧佩克家减产决定中感受到的刺痛 及对沙特立场的不满 加剧了两者间的隔阂 这也促使国会民主党人要求重新考虑美沙联盟 尤其是在武器和房屋技术销售问题上 拜登近日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 他将与国会商讨如何处理美沙关系 他没有透露会否同意暂停对沙特军售 但强调沙特的做法一定会有后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话题 让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杜萍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杜萱你好 你好 陈萱 我们看到欧派克家减产石油引发了美国的不满 而沙特随后也发表声明反驳美方的指责 你认为这一次事件将会如何影响美沙两国的关系呢 其实对美国和沙特拉伯的关系 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拜登7月份访问之前 以及访问之后 其实双方的关系都不很好 而且越来越差 特别是在这一次欧佩克家 在威亚纳举行这个会议之前 美国就通过不同的渠道 要求沙特拉伯不要减产 即使要减产的话也不要减那么多 但是没有想到沙特拉伯根本就没有理会 对美国的要求 不只是减产了 而且减产每天200万桶 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刺激非常之大 首先呢就对美国想继续 想一手遮天 由它来决定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价格 对它这个权利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实际上它已经丧失了这个权利 第二个呢就是对沙特拉伯 这一次主要是跟俄罗斯相联手 因为欧佩克家嘛 那个家指的就是俄罗斯 那么双方在这个配合当中 使得这个产油的减产的这个计划 就得以通过 而且几乎所有的这个成员都一致通过了 那么这个对拜登的刺激就更大 它不只是一个能源市场价格的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个政治问题呢就是说 美国过去一直把沙特拉伯 作为他自己的可以利用的盟友 在中东地区可以一手遮天 但是他现在发现他自己已经不行了 那么沙特拉伯对美国这种 这个权利的这个蔑视 是拜登政府啊 就是颜面大跌 损伤了他自己那种高傲的 那种自大的那个风格 所以呢就是美国现在感到是 恼羞程度啊 就一定要报复 实际上需要捞回一个颜面 但是呢美国对沙特拉伯 所能够使用的工具 虽然是有的 但是可能会自伤其体 也就是对自己更加不利 首先美国扬言说要撤回 在沙特拉伯的驻军 说要停止对阿拉伯提供武器 说要这个还要说利用立法的方式 来对欧佩克进行调查 就是说反托拉斯调查 那么这几项可能用到的工具 实际上对美国来讲的话 损害更大 首先如果美国跟沙特拉伯的 军事关系断了 那正好这个中东地区啊 这个所谓的真空还真的要出现了 其他大国包括欧佩斯在内 正好趁虚而入 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说对欧佩克这个组织啊 下刀的话 我想他得罪的不只是沙特拉伯的 而且整个的欧佩克的二多个成员国 甚至会导致世界能源市场更大 所以美国当然会出手做一些事情 以便捞回颜面 他不能什么都不做 但是大的动作他是不敢的 这样子 好的 感谢杜先生的分析观察 接下来要关心朝鲜半岛的局势 朝鲜在今天的凌晨 进行了今年以来的 第24次导弹试射 韩国军方就表示 13号的晚间到14号的凌晨 朝军对韩进行了多点同步挑衅 就包括了战斗机群 飞越了韩军防空预警线 而凌晨先后的向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 进行了炮击 同时再次的发射短程弹道导弹 韩军派出了战机对峙 还警告朝鲜停止挑衅 而这已经是双方战机 在一周之内的第二次对峙 韩国政府同时批评朝鲜 向缓冲水域射击 违反军事协议 更是宣布对朝鲜 射击导弹计划的15个人 和16家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4号表示 朝军对韩进行多点同步挑衅 在13号晚10点30分左右 至14号凌晨0点20分左右 朝鲜出动十余架战机 在韩军设定的战术行动线以南 进行示威飞行 对此韩军紧急出动了 包括F35A战机在内的 约30架飞机进行反制 与朝鲜战机编队对峙近一小时 鉴于这是韩朝签署919军事协议以来 朝军机首次进行此类示威飞行 韩军正就朝鲜的意图 进行缜密分析 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韩军实施了成比例的机动反制措施 后续支援战力和防空炮兵部队保持高度戒备态势 韩军在韩美紧密合作下密切关注朝军动向 并以坚固的防卫态势应对朝鲜挑衅 示威飞行过后 朝鲜于凌晨1点49分左右 在平壤顺安一带向东海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据韩军研判 导弹射程650公里 射高50千米 飞行速度为6马赫 联参表示军方已强化监视和警戒力度 在韩美紧密合作下保持高度戒备态势 2点17分左右 朝中社援引朝鲜总参谋部发言人的发言报道称 韩军前一天在朝鲜第五军驻地前方地区 进行了十余个小时的炮击 朝鲜严重关注敌人的挑衅行动 并采取强硬的军事反制措施 朝鲜在韩朝919军事协议设定的朝鲜半岛东部和西部海域缓冲区 实施炮兵射击 共发射大约180发炮弹 韩军谴责此举违反军事协议 并向朝方发出严正警告 督促朝方立即停止相关行为 韩国总统以7月14号表示 自他上任以来 在朝鲜进行导弹试射 并部署军用飞机在两国边界附近飞行后 韩国政府一直在致力建立严密的准备状态 以应对朝鲜的挑衅 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金圣汉 同一天紧急召开安全保障会议 常任委员会会议 就朝鲜挑衅的应对方案进行讨论 联合参谋本部14号表示 将于本月17号至28号 举行例行军演2022互国演习 将假想朝鲜河岛等各种威胁 实施昼夜士兵机动演练 从而提升战时平时的任务执行能力 部分美军战力也将参与演习 从而提升护操作型 韩国政府14号还宣布 将与朝鲜研发河岛和规避制裁 有关的15名个人和16家实体 列入单边制裁名单 这是时隔5年 韩方对朝实施的单边制裁 受制裁名单上的人员 包括航运公司 与朝鲜导弹计划有关的组织官员 以及参与采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官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冰田静一 在14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就表示在14号的凌晨1点47分左右 朝鲜向东发射了至少一枚导弹 那么根据日方的统计 导弹飞行轨机呈现不规则状态 而对大的高度是来到了50公里 飞行了650公里左右 落在了半岛东侧 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 他谴责朝鲜今年多次发射导弹的行为 已经威胁到日本的安全利益 并且违反安理会决议 また当該弾道ミサイルは 変速軌道で飛翔した可能性があり 引き続き分析中であります 今回の発射について 防衛省から政府内及び 関係機関に対して 速やかに情報共有を行いました 現在までのところ 航空機や船舶からの 被害報告等の情報は 確認されておりません 一連の北朝鮮の行動は 我が国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 平和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であり 断じて容認できません 関連する安保理決議を 違反するものでもあり 我が国として北朝鮮に対し 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 厳重に抗議をし 強く非難いたしました 編田靖一他補充說 朝鮮堅持認為 自己需要獲得核威慑力量 保護其政權 不受到美國的威脅 基於這個觀点 日方認為朝鮮正在 努力的推進弹道導彈的發展 以及提高運輸核武器的能力 他也指出朝鮮自9月底以来 連續8次的發射導彈 這是對區域安全的挑釁升級 是絕不能容忍和忽視的 俄羅斯国防部和北約 近日分別宣布 舉行核軍事力量演習 歐盟方面就警告 如果俄羅斯核打擊烏克蘭 俄軍將會被以非核打擊方式全监 而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 副主席梅德維杰夫就回應時 表示这一體言論 体現出了歐盟 對於俄羅斯的多疑和妄想 俄羅斯國防部13號宣布 俄軍舉行了核軍事力量演習 測試部隊對亞爾斯地面 可移動導彈系統實施掩蔽 防御敵軍空中偵察及地面干擾 參演人數達3000人 俄國防部暫未公布 是否將在10月 照慣例舉行雷霆戰略核軍事演習 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發言人科比13號向記者稱 美方預計俄軍將在本月內 舉行雷霆軍演 與此同時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11號宣布 北約將在下週舉行 堅定政務核威慑演習 他強調堅定政務是 北約的例行年度軍演 俄乌衝突前就已筹划 旨在確保核威慑力量安全 此次軍演 北約30個成員國中的14國將參演 演習主要部分 將在巨額邊境1000多公里处舉行 演練包括 將美國核武器安全運輸 並安裝在戰機上 13號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伯雷利公開指 普京不應該進行核恐嚇 稱普京承擔不起恐嚇 帶來的實質後果 被說明了 貴持人士 全部支持 歐盟外交部 與美国 及美国 美国 爆料 曠擬 沒 任何 分析 尊重 反彈 反彈 会发生一个答案 不是一个核酸的答案 但一个强烈的答案 从军队的方式 让俄罗斯的答案 会被解决 然后布丁应该不会被骗 当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韦杰夫就伯雷利言论 在社交媒体VK上发文 他指出伯雷利所谓警惕俄罗斯 对乌克兰动用核武的言论 体现起有妄想症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长 韦涅基克托夫当天也强调 与西方国家不同 俄方从未公开威胁使用核武器 以及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俄乌冲突到现在 已经持续了至少230多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扬言 不排除要使用核武器 来保卫领土和国民 这也让核战阴霾笼罩了全球 俄罗斯到底有哪些核武器呢 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与大多数核武国家 三间其口 讳莫如深的低调态度不同 俄罗斯对自己的大国重器 向来采取不令火力的高调宣传 在2018年3月的国情咨文中 总统普京向外界公布了 俄罗斯武器库的几名新成员 其中包括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是一种可携带9个核弹头的新式重型洲际弹道导弹 据悉 它能够突破敌方反导系统 飞越南北极 打到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西方也将它冠名为撒旦2号 普京6月表示 俄方已成功完成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相关试验工作 首枚导弹将于年底进入战斗值班 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是一款正在试验中的 号称拥有无限射程 及超高续航能力的核动力导弹 由于核动力冲压发动机 散发的辐射性空气和核燃料颗粒污染 它也被称为飞行的小核电站 拦截与否都将对敌国构成生存危机 据美情报部门透露 目前海燕试射都以失败告终 俄方否认 称海燕将在2025年前后开始服役 除此之外 俄罗斯还拥有世界最大的核潜艇 比尔哥罗德号 它于7月正式入列俄罗斯海军 主要搭载可携带核弹头的波塞东核动力无人潜航器 据悉 比尔哥罗德号能自主计算击中目标的最优路线 而波塞东击中目标后 可以掀起500米高 带有核辐射的海浪 威力强大 因而有末日武器之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东四地公投之后 俄罗斯外交部在13号表示 西方国家正试图在联合国大会的一些成员国当中制造分裂 并且延长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 俄罗斯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 表示联合国大会早前通过的乌克兰领土完整 保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决议 以及谴责乌东四地的公投这一行动 是一个可恶的举措 俄方表示 联合国的成员国在投票前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如果成员国不服从华盛顿 将直接威胁停止其财政支持或人道主义援助 因此俄罗斯提出对草案进行无记民投票的提议 以便各国代表团能够表达他们的真实立场 但是这一提议被拒绝了 尽管如此 决议并没有得到无条件的支持 成员国里有50个左右的国家投了反对票 弃权或者是未参加表决 因此俄方认为 联合国通过的这项决议 与保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毫无关系 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承诺遵守国际法的声明 和他们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俄方在声明中强调 在顿涅斯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 举行的全民公决 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准则以及国际法原则选用 保护国家的领土完整 但是仅限于那些政府 代表居住在特定领土上的所有人民 不分种族 信仰或肤色的国家 但是基辅当局不符合这一标准 因为他们对平民和基础设施使用了恐怖手段 因此 俄方表示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项决议 再次证实了西方首先试图解决自己的地缘政治任务 而不是俄罗斯 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难以琢磨的垄断地位 并分裂联合国大会的一些成员国 而西方国家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寻找和平解决的办法 而是为了延缓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 凤凰卫视 引力 莫斯科报道 能源问题怎么解决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出席俄罗斯能源州活动时就警告了 美国向欧洲出售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太过昂贵 竞争力肯定是不如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 另外普京也表示 可以通过北溪二号仍然完好的管道 向欧盟输送天然气 但是决定权在欧盟 有专家就统计 美国以惊人的价格向欧洲输送天然气获取厚利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日前公布 美国的天然气产量经过2020年疫情影响下跌后 去年回升 其中路上天然气产量反弹3.5% 超越2019年的旧记录 刷新记录新高 信息管理局预计 产量直到明年还会继续上升 今年上半年的数字也确认 升势正在持续 但更多产出的天然气应付出口急增 而国内消费也因为极端天气而上升 导致美国国内的天然气库存提取量猛增 库存跌幅超过8700亿立方尺 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 较过去10年均值也高出了65% 导致身处全球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的美国人 饱受高能源价格之苦 现货价格虽然近期回落 但上月的平均价格贴近7.9美元 是过去14年来最高的9月均价 远高于去年同期的5.16美元和5年均值3.12美元 但美国消费者苦远不如欧洲的消费者艰难 欧洲的其中一个期货指标价格 荷兰11月期货虽然脱离历史峰值 但上月的均价达到57.9欧元 两地价格差距之大 促使美国的能源企业加紧把天然气送往全国各地的大型工厂液化 已被出口赚取庞大差价 同时业内也加紧兴建天然气液化厂 目前全国大型的液化设施有11个 正在兴建的项目有10个 正在开发的项目有33个 正在兴建的项目未来3到4年陆续投产 有专家估算 一艘装满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运游货船 天然气国内成本只是6000万美元左右 但因为与欧洲的差价庞大 出售的价格超过2亿 扣除快速上升的航运成本约30万美元 能源企业仍然有过亿美元的进账 麦格里近日发表的分析估计 欧盟今年前三季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 已较去年前年高出超过1成6 较疫情前的2019年也高出8% 全年预计会突破1500亿立方米 刷新历史新高记录 因而损害绿色转型的弹药 由于欧盟的进口中 美国天然气的占比 由往年的大约28% 上升到现在的大约45% 难免让欧盟伙伴连番吐槽 友好盟国也在发国难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一节带您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来掌握股市最新动态 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是跟随隔夜美股大幅反弹 日本股市午后升幅扩大至超过了3.5% 而日经指数也重新站上了27000点 整数关口上方 而台湾股市也接近了升到了3%左右 那韩国股市则升了2.6%左右 另外内地互升两市也是双双走高 创业班值表现领钱 我们据起来看 户指在中午报3063点 上升了47点 升幅是1.57% 半夜成交2178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报11047点 上升229点 升幅是2.12% 半夜成交2929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升指数高开282点 随后涨幅进一步扩大 但是明显受制于17000点整数关口 横指在中午报16942点 上升553点 升幅是3.37% 半夜成交501亿港元 那一方面 9月份的消费通胀是略为升温的 也创下了29个月的新高 不过上游的物价显著回落 创下了20个月的新低点 在食品价格的显著上升之下 中国9月份的通胀略有升温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按年上升2.8% 比8月份回升0.3个百分点 是连续半年处于2%的上方 并创下自2020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当中食品价格按年上升8.8% 涨幅比8月份上升2.7个百分点 被受关注的猪肉价格 涨幅进一步扩大至36% 非食品价格则上升1.5% 涨幅比8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 汽油 柴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价格 仍然录得显著的升幅 但涨幅都有回落 国家统计局程式司高级统计师董立娟指出 猪肉价格上升主要是受到季节性需求回升 加上养殖户压兰西兽所致 但中央投放储备猪肉 使猪肉价格在9月中下旬涨幅有所趋缓 而受到暑期结束和疫情发散的影响 旅游相关的价格在9月份也录得暗月回落 至于反映上游物价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出PPI按年上升0.9% 是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 由于工业品价格呈现整体下行态势 PPI按月下跌0.1% 国家统计局指 虽然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回升 但受到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 继续下降的影响 工业品价格走势整体下行 不过下行态势趋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农业 代替了传统农业 大大也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量 二十大前瞻系列 凤凰记者走进了浙江农村 在当地农业合作社当中 也体验了智慧化管理之下的 现代种植养殖体系 我们来看二十大前瞻系列 我们的美好生活 今年夏天 长江中下游出现 长期持续突破历史极致的高温天 然而这些生长在江南的红美人柑橘 在百年南遇的天气当中 能够顺利存活生长 到了十一月下旬就可以完全成熟 橘子的话一般情况下 欧美人要到农丽的十月底 阳丽的十一月份底 才可以正式外卖 这个微风系统 在我们的橘树园里面用的非常理想 就是说特别热的天气的时候 它的温度能加上个七八度 八九度的样子 今天高温嘛 很难控制住 经过这套微风系统呢 用的我们用的很不错 这套智慧系统在自动化升级之后 种植户可以通过手机 设置大棚内的气温 湿度 施肥量 一旦到达了设定值 这些系统都可以自动打开 并且进行工作 传统农业种植往往是靠天吃饭 需要人工干预 清理排污 养殖也同样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 但是智慧养殖 是用科学数据替代经验判断 将大量人工操作 交给人工智能来执行 这样的养殖过程是否更加精细和高效呢 带着疑问 我们来到了位于宁波的一个数字化养殖对峡基地 这里呢 就是两块数字化养殖的控制面板 那我现在就体会一下 作为一个数字养殖员 工作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看见在上面这个控制面板里 这上面其实体现出来的数据呢 就是每一个车间当中的水池 溶氧 PH值 温度 液位 种种的情况 下面有一些按钮呢 是排污 循环 给养 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可以在这上面完成 好 我们现在来操作一下 好了 那么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控制 在不同的水阀之间呢 进行开和关 那将来其实随着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其实连这样一个过程 都不需要我这样一个数字化的养殖员来完成了 因为只要电脑来编程 那么电脑就会自动进行这些操作 从太阳能光辅养殖到无人机播种 低效劳动力被替代 有了科技的支撑 现代浓业的生产效率已经今非昔比 中国用全世界大约10%的耕地 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中国的农业产值不断增长 在这样一个事实的背后 代表着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也是在节节攀升 而在未来的十年 高科技的农业将会助力中国 进一步从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 希望未来每一片农田 都像是我们触目所及的这片麦田一样 在明年的秋收时候 又是一个好时节 凤凰卫视 高岳佳 葛靖 浙江宁海报道 向特殊行政长官李家超 将会在本月的19号 就会发表日内的首份施政报告了 而香港工程师学会 14号举行了记者会 提出了多项的建议 包括增加工程专业人手 精简发展审批程序 也要增加土地以及房屋供应 发展创新科技 融入大湾区发展 以及交通 教育可持续 以及智慧城市发展等等 就着施政报告的建议 现在我们都差不多是七八项 第一项就是 鼓励投标者以合理标价去投标 到着造价显着偏低的一些标价 以改善业界的生态 以及吸引下一代我们的工程精英 来去做我们的接班人 确保工程人才供应可以满足 城市发展带来的需要 学会也建议继续采取多管旗下的方式 来解决土地短缺的问题 学会也期望特区政府提出基建蓝图 有序策划以及监督各项土地的建议 以及基建的落成时间表 学会也提倡全面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 建造工营房屋 以进一步的缩短建造时间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将会于本月19号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 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了连线 正在香港中环现场的记者王雨婷 来了解一下 雨婷你好 小子祥宜 中午好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的施政报告会有哪些关注的议题呢 好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首份施政报告是发布在即 那么各界呢 也是近期给出了很多的建议和预测 其中呢 对于香港如何吸引更多人才来港 安家乐业 以及这个解决香港长期以来的住房问题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 那么昨天呢 彭博也是发布了消息 引述了相关人士透露的消息称呢 香港特区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港啊 是有可能会考虑放宽对非永久性居民在港买房的这个额外购置的印花税这一部分 那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香港除了本地居民之外呢 还有非常多的来自世界各地 包括内地的大量的务工和学习的人才 那么他们在香港呢 因为不是永久性居民 如果想要在香港买楼或者是制备房产的话呢 需要额外缴纳30%的印花税 其中就包含15%的买家印花税和15%的双倍印花税 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要在香港买房需要花一千万 那别人可能香港本地的居民是一千万 如果是来港的这些务工人员的话 可能就要花一千三百万 那么这多出来的30%的部分呢 成为了很多港漂人士 像在香港安家乐业的一个胸口的一块大石头了 那么现在呢这个消息一出 虽然还没有确定是否真的是会放宽这个税率 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港漂 其实都是感觉非常振奋的 说明特区政府这一次可能发布的 这个施政报告里面的政策是真的抓住了 现在香港一部分港漂和年轻人来港的 这个关注的重点 那么可以说现在虽然这个政策还没有完全出台和落实 但是呢大家的关注和期待已经是就位了 那么之后可能会还会宣布一些关于放宽这个来港工作的签证等等各项的安排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 现在的时间就交房给橙子和湘意 嗯 好的 感谢雨婷的介绍 接下来聊一聊这个现象 在今天的中国超过千亿人民币市场规模的网红经济学 这也重新定义着无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那么作为一位香港网红 怎么样勇敢出圈在内地互联网冲浪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而当这个浪潮一路席卷香港 引入内地经验 香港电商业态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们来看本集《你所不知道的香港》系列报道 这个是流量时代 在中国这个全球首位一指的电商市场 新媒体和电商碰撞出来的时代红利 改变着无数个体的命运 香港也都有一批年轻人体准机遇 投身内地电商经济浪潮 他们以网红身份讲述香港故事 在两地年轻人的潮流文化中 架起沟通的桥梁 同时也都成功转型 共享时代红利 在内地电商市场 挖刀所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 网络红人陈美盈从小在香港长大 但在内地的社交网络上 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百万粉丝博主 五年前 这个香港女孩开始在内地一家大型视频网站上传视频 其出内容以时尚为主 慢慢转变为拍摄vlog 记录自己在香港的生活 不料成功吸引大批粉丝注意 从视频门户到社交平台 如今她在全网粉丝超过一百万 单条视频最多能有几十万的播放量 她分享自己最初进驻时 在内地社交平台发布内容的香港博主数量并不多 而近年来这个群体又明显成上升趋势 在她看来 一方面香港文化对于内地观众有吸引力 因此她选择使用粤语制作视频 另一方面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浪潮下 内地社交媒体的庞大影响力 对于香港的内容创作者而言充满机遇 陈美英表示 除了拍视频时介绍一些产品 带来的广告收入之外 她也创办自己的淘宝店 出席一些活动 这些都可以为她带来收入 而这样不极限于条条框框的生活方式 以及内地越来越蓬勃的自媒体市场 都让她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其实在香港的观众也好 香港的地方也好 真是小一点人 因为内地人多一点 地又多一点 所以可能机会会多一点 这个也是我当初 为什么会选择进入内地市场 这个时代红利背后 是中国从网络大国 向网络强国迈进的十年 数字经济强劲的发展势头下 电商交易额 移动支付交易规模 已经成为全球第一 而内地成熟发达的电商模式 让不少香港年轻人嗅到商机 相对还是新鲜事物的直播带货 近年在香港逐渐冒起苗头 香港青年电商促进会 执行会长刘云莹表示 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人 希望投身直播带货行业 而促进会则会引入内地经验 通过与内地数个大型平台合作 对有意向的年轻人进行直播培训 并为他们提供直播场地及器材 让每个年轻人都有机会成为主播 自2020年开始 促进会开始进行网红孵化 目前一共培训了约700位香港年轻人 其中有约50位主播 目前在做兼职直播工作 全职主播则有约10位 刘云莹表示 这些主播面向的主要是内地社交平台 主要原因是看中内地巨大的消费市场 主要是向内地发展的平台会比较高收入的 因为毕竟你那个人口比较多 机数大一点 还有直播 看直播买东西这个文化在内地会比香港 会比香港优势前一点 相比内地的快速发展 香港仍有蓝海一片 从内容交流到运营模式的经验互鉴 冲浪内地互联网市场 让香港青年找到展示舞台 抓住时代红利的同时 也在悄然改写着自己的人生路径 富豪卫视 崔可勋 香港报道 英国决定要延后移除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设备的禁令了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披露 由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之下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计划禁止 所有新的华为和中兴通讯的电子设备 以及其他三家中国公司的部分视频 监控设备在美国销售 据美国媒体Axios援引知情人士披露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尔特 于10月5号向其他专员 分发了一份草拟禁令 禁令将禁止华为和中兴的通讯设备 在美国销售 委员会此前已经禁止美国公司和机构 使用联邦资金从这两家公司购买设备 但新禁令将扩大到所有采购 另外新令还将确定 用于公共安全的视频监控设备的 销售范围 消息人士透露 禁令将影响中国海能达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消息人士称 这项将禁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 威胁的公司在美国销售 新设备的禁令 仍需要委员会进行投票 但禁令不具有追溯力 因此这些公司可以继续销售委员会 先前批准的产品 然而未来需要委员会批准的新型号或设备 将被禁止销售 海康威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海康威视对美国没有安全威胁 认为海康威视会受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即将出台的规则的影响 没有任何技术或法律依据 美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1月11号 清署了安全设备法 这项法律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禁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 不可接受风险的公司在美国销售设备 要求委员会必须在法案通过一年内 对相关禁令进行投票 委员会专员卡尔于2021年3月 呼吁委员会填补所谓的华为漏洞 称这个漏洞允许公司使用私营部门的资金 从华为购买设备 凤凤卫视王又又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间专列 我们再会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